身着黑色西装,十分有范儿,真是有种我家少年初长成的模样啊,帅气西装配领结,TF Boys的三人组中,唯独王源没有现身,主持人在问到没来的原因时候,竟说是功课差,在用功,王源竟然在家写作业呢,哈哈哈哈,看得出来TF Boys的三个团圆关系十分好,王俊凯,王源和易阳千玺三个男生。 年龄虽然小但自进入这个组合,开始变人气,一路高涨,在演艺圈受到了很多前辈哥哥姐姐的喜爱和表扬,有礼貌,够努力等等的评价数不胜数,三个人出道四年以来一直十分团结,共同前进共同成长,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 但是自从和三小只单飞后,纷纷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,所以合体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,此次由于王源正在准备考试,所以没有参加这个音乐节,仅仅是大哥王俊凯和弟弟易阳千玺来参加了, 但是能看到两人同框,也是很值得开心的啊。 看到两人合影之后,很多吃瓜群众都感叹,王俊凯的脸是真的小啊,虽然易阳千玺比王俊凯还小,但是脸却比哥哥还要大一半啊,网友直呼,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,不过易阳千玺的长相还是比较高级的,也是很不错的弟弟。 王俊凯接受采访时,千玺站在小凯身边,一阵风吹过千玺直接冷得一哆嗦,仔细看感觉他整个表情都在抽动啊,相比之下感觉王俊凯还是很抗动的,说话时都没有发抖呢,两小只越看越可爱啊。 现场未批图照片爆出后,很多网友都觉得易阳千玺的嘴唇怪怪的,仔细一看原来是嘴唇下面像是有个疤啊,于是小编赶紧去查阅了一下,很多粉丝都解释说这个不是疤,是纯九窝,纯九窝就在嘴巴下面那个位置,原来是这样啊,还以为是易阳千玺受过伤呢? 虚惊一场